上一小节我们讲了应用的生命周期和页面的生命周期 那么这一小节我们来看一下组件的生命周期都有哪些 首先我们先去创建一个组件 我们再根目录我们去新建一个目录 然后我们去新建一个组件 组件我们还是叫test 然后点击创建 创建完成之后呢 我们这里随便写一些内容 然后需要在页面里呢 我们去给它引用一下 我们这些内容我们就可以签给它删掉 我们import一个test 然后呢我们引用一下我们的组件 我们叫comptest test 然后把这个组件我们需要去给它注册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使用我们的组件了 我们在这里呢直接写test 然后保存 回到我们的开发者工具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呢 组件已经成功引用了 引用成功之后呢 我们需要去看一下我们的组件都有哪些生命周期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 是before before create 我们直接在这里看描述 在实例初始化之后呢 数据观测和event watch 时间配置之前被调用 那么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我们在这里给它去做一个说明 就是在实例初始化之后 数据观测和我们的事件watch啊 这些事件配置之前 会调用 before create 我们在这里去给它打印一个日志 我们叫component before create 接下来一个是什么呢 接下来一个是create create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呢 是在实例创建完成之后呢 被立即调用 在这一步实例已完成以下的配置 就是数据观测 属性和方法的运算 watch event事件回调 然后呢挂载阶段还没有开始 这是这是create 简单描述一下呢 就是实例 实例创建完成之后立即调用 挂载阶段还没开始 这是create 然后我们同样的去给它打印一个日志 component create 然后下一个呢 下一个是mountain 它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说在挂载到实例上去之后 立刻调用盖钩子 就是我们的生命周期 把挂载到实例上去之后 上去之后 好 调用 然后看我们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 是distrant 它是做什么的 未有实例 销毁后调用 就是销毁之后 我们会调用这个生命周期 组件呢 我们就先说这四个生命周期 其实就可以 这四个呢 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 然后回到我们的微信开发者工具 我们去重新编译一下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执行顺序 首先我们从最上面开始 前两个呢 是我们的应用生命周期 会执行一个unlaunch和一个unshow 之后呢 会执行我们组件的一个beforecreate和一个create 这说明我们的组件 已经准备要去挂载到我们的实例上面了 然后会执行页面的unload跟unshow unload呢 是我们的页面要开始加载了 然后unshow呢 是我们的页面已经开始显示了 一直到unshow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们的页面 包括我们的组件呢 都还没有去渲染完毕 那么接下来呢 会执行组件的mounted 这说明我们的组件 已经挂载到实例上面去了 然后最后是执行页面的unready 说明我们的页面渲染完毕 这是整体的我们的应用 页面跟组件 生命周期的一个执行过程 然后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distroid 这个生命周期我们还没有去执行呢 它什么时候执行呢 我们回到index里面 那么我们直接在组件上面呢 去给它写个vif vif呢 我们一个变量 我们叫show show呢 在这里我们去给它定义一下 那么当我们去点击按钮的时候 我们这里叫 显示隐藏组件 那么在open里面 我们去改一下show的状态 我们就不去打开新页面了 我们直接让this.show 等于什么呢 等于tile.show 我们取一个反值 每次点击按钮之后呢 我们会让show给它一个反值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点一下去隐藏组件 再点一下去显示组件 然后现在我们再去看一下 生命周期的一个执行顺序 我们去编译一下 现在呢 我们只执行了应用的生命周期 和页面的生命周期 因为vif的原因呢 我们现在组件 其实还没有去加载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那么只有当我们去点击button的时候 我们去点击按钮的时候 才开始去加载组件 然后我们清空一下控制台 我们去点按钮 点击之后 可以看到呢 我们的控制台会给我们打印一个 beforeCoreade CoreadeMonet 然后我们再点击一下 现在我们的组件隐藏了 就相当于我们的组件进行了销毁 所以这里呢 会执行我们销毁的生命周期 那这四个生命周期呢 就是我们组件里面最常用到的四个生命周期 那么生命周期这两节课呢 我们只是去讲了部分 我们常用的生命周期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 我们没有讲到的生命周期 我们来看一下都有哪一些 我们打开UniApp官网 然后在上面的导航 我们找到框架 框架呢 我们把配置折叠起来 在框架接口里面 找到一个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这里呢 会看到我们这两小节课 讲到的应用生命周期 页面生命周期 和组件生命周期 我们先看应用生命周期 我们讲了什么呢 我们讲了unlunch 初始化完成时触发 unshow呢 是在从后台进入前台显示 unhide呢 是从前台进入后台会触发 那么下面会有两个 一个unerror 就是当UniApp报错时触发 然后还有一个ununiunvillmessage的这么一个生命周期 就是对unvill页面发送数据进行监听 那么这个生命周期呢 我们暂时签不去管 因为我们本节课呢 不涉及到unvill相关的知识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unerror没有讲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页面的生命周期 我们讲了什么呢 unload 就是我们的页面加载 unshow 页面显示 unready 页面初次渲染完成 unhide 监听页面隐藏 最后呢是ununload 监听页面卸载 然后我们看下面 这里呢 还有好多的生命周期 这些生命周期呢 我们都没有讲到的 我们在用这些生命周期呢 我们需要看到 这最后面有一个平台差异 我们需要知道 这些生命周期 在哪些平台是有效的 在哪些平台是不省效的 那么知道这些之后呢 我希望同学们 把剩下的生命周期呢 自己去操作一下 当做一个客户作业 把这些全都实现一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在我们的群里 或者在课程下方 去给我提问 我会给大家进行解释 同样呢 组件生命周期也是一样 我们只讲了四个 就是before create 然后还有一个mountain 然后是一个destroy 我们只讲了这四个生命周期 那么余下的几个生命周期呢 像before mountain的这些 跟上面一样 希望同学们自己呢 去实现一下 然后在项目里写一下 这些呢 当做客户作业 同学们呢 自己完成 然后有什么问题呢 在我们的课程下方 去给我进行提问 我会及时给大家解答这些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解答这些问题 在这些问题 我们在我们的课程中 我的课程中 就是这样的问题